2021年的10月2号,切尔西主场对战南普顿 这是我现场看见的提莫·维尔纳进的第一球 这是一颗来之不易的进球 进球之后,维尔纳也在雨中激情地滑跪 这个瞬间也被所有球迷名记 那时候的斯坦福桥全场都在欢呼着提莫的名字 我也是第一次被这种热情所感染 我发现原来即使是对一个表现不好的球员 球迷们也可以对他疯狂的支持 其莫终于进球了,希望他可以找回一点自信 同样也是在这一天 这场比赛我第一次学会唱维尔纳之歌 而我在现场看见的维尔纳的第二颗进球 就是在和尤文的比赛里 虽然他只替补登场了5分钟 但是他在最后时刻锦上添花 而我也不得不完成我的承诺 如果他进球就去买件他的球衣 后来呢,这件球衣被网友们戏称是贬值产品 这场比赛其实最有意思的一点 是我身边坐着两个来自德国莱比锡的大哥 他们说 Timo from Germany Leipzig Timo winner 这就是今天 进了第四个球的Timo维尔纳 今天维尔纳必进球好不好 而之后再次看到维尔纳的进球 就是课场挑战南普军的时候 这是维尔纳最喜欢的对手 但是这场比赛他也非常倒霉 他好几个中注被网友戏称为贴队联形前锋 但是呢,在这场比赛里 他依然打的了两个还不错的进球 Ti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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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维尔纳之歌又一次在南普军响起 如果以后我再次站在南普军的课队看台上 我应该会想念这个场景 然后经历了冬天,经历了新冠,经历了替补,经历了各种状态不好 维尔纳迎来了他最高光的时刻,没有之一 就是对阵黄马的这一类进球 这是我在现场看见他打进的第五类进球 那个时候我朋友说超多的切尔西球迷都在各种论坛上 各种微信群里,各种QQ群里给维尔纳排队道歉 只是很可惜这一类进球没有能帮助切尔西淘汰黄马 如果淘汰了,也许故事会是不一样了 但是那个夜晚我真的很为维尔纳开心 也是这一类进球他找回了一点自信 而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唯一一次维尔纳之歌想撤整个伯纳乌 而之后的一类进球就是在对阵阿斯纳的主场比赛里 这是我现场看见维尔纳进的第六类球 那段时间的维尔纳真的迎来了一个小的爆发期 这是维尔纳在斯坦夫桥的最后一类进球 这也是人群最后一次在斯坦夫桥高呼她的名字 而斯坦夫桥未来再也不会想起维尔纳之歌 Timo,Timo,Timo 天呐 There's some key. 天呐有刺激的球完之后完成 忤用Timo回来了,他回来了 在ibel under the journal 刷出去的Tomo,他回来了 开心 outta pen 呀,Timo и维尔纳 而她为切尔西打进的最后一类进球 我居然有幸也在现场看见了 那就是在美国热身赛的时候 这粒进球也很像他的风格呀 先是一脚未进第二脚才进 可能你们真的不信 虽然他很菜 但是他的粉丝也是真的多 回到10月份 我当时采访的一个篮军球迷 我认为 Team-0是会有有点挑战的状况 受到欧阳的中之一 因為他已经有很多股票 虽然有一个股票 有一个比证当中的支持 以证明他昨天才能真相另一个大志 还能及时他认为力的 但是他从没来干净的双手 以至于几家利的用户 当时他还没有 Resource 会他比较好的比赛 会有什么成功 我还没有太确误 但是每个工程会得到 所以也打不上什么东西了 这大概就是结局了吧 让我们一起说 祝福你维尔纳 Timo,你记得我给你中国的 对,谢谢 维尔纳说他记得我 他说他记得我 这次就先说 在背